HELLO HELLO 各位巴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大家記得CLSS 留言、LIKE、SHARE 以及訂閱我們兩個 每天都跟你說萬連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現在的大巴台和新聞台 另外追蹤我們的IG Morning.manutd.fans 我們出片或最新的資訊 都會在那裏的Story 或者出帖給大家分享 首先很感謝各位參與我們的直播 Deadline day 即是轉會的最後一天 結果都是沒什麼了 除了James 真的轉到列斯聯之外 James後來去了列斯聯的時候 接受訪問都覺得這是他的正確決定 當然有朋友也說 其實他出球都可以 尤其是他去年出了很多球 都沒有人接應中間 現在有人接應了 就是斯洛娜盜 是不是不應該放走他呢 但是有時候 轉會的事情 有時候真是說真的 很難說 是不是 還原話事 的確不是 可能始終 始終都是人多 其實 我經常都說 我們要清 最少兩個 現在清了一個 如果不是 21歲以上的球員 就有一個不能夠登記 看看今年誰沒有登記 因為 接下來幾天 就要交表 昨天的直播 和大家交代了一些 我們的簽人 結果過了昨晚 也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反而沙奧 就去了車路士 但是 車路士 就簽不到 古安迪這個中堅 所以 對於他們來說 我覺得中場 沙奧都是做替補的 說真的 但是 後方那裡 他們是相差了一點 的確是 我們來講 前後都爭了 中間就是相差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 麥湯好之後 會穩定一些 不過也要一點時間 好 也要跟大家說 C朗就出了一些美好的照片 官網那裡出了很多 很美好的照片 有一張相 我覺得很奇怪 我也不明白 每個球員都要拍這張相 但其實 這個動作 我覺得幾 挺噁心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同感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 官網出的相片 全部 都是沒有拍背 換句話來說 C朗究竟穿什麼號碼 其實 暫時都仍然是一個謎 我昨天就用了我的推論 就說會不會是這樣 有些朋友就說 喂 有些朋友就同意 有些朋友就說 不是的 始終我們看一些條例的話 每一條條例都要符合才行 我也是那句 我自己本身就不是律師 所以對這些條例的事 就不太熟 純粹用一個普通人 嘗試去理解一下 行不行 說真的 搞這麼久都未搞到C朗 什麼號碼呢 有幾個可能性 有個朋友 有可能性就說 喂 是不是商業跑淚啊 等大家吊一下大家引 這樣 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小 為什麼我昨天上官網那裡看過 其實印波衣 還有一種新緣號 雖然是卡雲尼 還有沒有思浪印的 如果這個即是粗意格 搞得很痛 因为现在还可以印到7号卡运来的 如果突然间变了的话 这两天印的波衫7号卡运来 都可能是 失败了 那会不会 你可以帮我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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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官网会的 如果真的转了的话 但是就始终都很麻烦 比如我们在海外的叫他寄过来 难道又寄回去吗 大哥 油费也不少钱 所以我觉得商业考虑的机会就小一点 如果知道 大家记得 签这个新组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就是说我们是 一个小时 就说了他正式官宣 然后过多一两个小时 就已经出他的号码了 所以呢 我觉得商业考虑的机会就小一点 因为尽快出了号码 大家一起 开心印新号码 就好一点 所以这个机会小一点 第二个考虑 当然 就是我昨天说的那样 条例上高 你有这样的 去理解 英超也未必是这样的理解 所以现在呢 就拗索 究竟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叫做dispensation 一个特别的 做法 卡云尼就转到21号 斯朗就去7号 说真的大家都知道 英超 机构 喜欢和你搞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 都可能要 一两天的时间 而且 斯朗昨天才叫正式 判施 官宣了 簽了约 这样 我觉得 一两天的时间 都是需要的 如果要取得这个 亦都好似 希望有些 我们的 巴友所说 可能这个申请 也是这样的 你申请就给你了 因为 我也考量过 如果在一个商业价值来说 斯朗 穿7号 无论对 斯朗 自己 对 曼联 对英超 都是一件好事 在商业价值上高 所以呢 我就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英超要有什么阻挠 除非条例不行 就没得说 但很明显条例是有少少 我自己觉得是肤色的 但有朋友觉得不是 还有 英超是有最终的 决定权的 我现在不是说一个流罗 说的是斯朗拿道 两大球王之一 现金 大家留意一下 美斯着30号 其实 西甲那边都是给了 Dispensation 因为30号 一般来说是给龙门穿的 所以他也是特意 特意给美斯可以穿着 那 大家都是球王而已 你没理由不做吧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有个可能性 但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暂时来说 都是大约是五成 另外五成 就真的可能跟Carwin有关 因为始终 就是说真的 Carwin 可能我们大家都说到 他没什么所谓 尤其是他甚至乎 喜欢穿21号多一点 有朋友昨天跟我报料 就是 Carwin的那个 ID帐帐 是Carwin 公司 21号 是不是已经说了 他穿21号 我 就不100%肯定的 所以乘机问问各位 喜欢Carwin 或者一直追开Carwin 的朋友 我记忆之中 他的帐帐本身 就已经是Carwin 21号 就不是说昨天或者前天突然转了21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因为很难去求证之前 但是如果熟悉Carwin 的朋友 麻烦可不可以留个言 报料 究竟Carwin 是否一直都是Carwin 21 还是刚刚转了 因为我记忆就不是 之前一直都是这个数字 所以 虽然我们 很多报道 Carwin 愿意 因为他也要 自己喜欢21号 是不是 这个未必 因为 说真的 我昨天也说了 色英雄中英雄 斯朗来到 他不会想搞事 因为 他为什么回来曼联 都一定是想在曼联 真是 真是为曼联拿花錦标 以及继续为曼联 拿一些光荣 斯朗自己本身要光荣 Gory 然后来到曼联 他也想帮曼联 拿Gory 他不会想着在跟衣室搞事 如果 我觉得 如果Carwin来说 不是呀 我也想着回7号 我不觉得斯朗会 他硬来 我觉得 他穿28号也好 他出道的时候 原本来到曼联 打算穿28 谁知道 他的恩师 不是说踢球的恩师 他的恩师 费尔 省见7号 所以 有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两个可能性 徘徊于 英超那里要 承认 或者Carwin来 可能 不是完全愿意 或者想商量 究竟是否改号 最后 有一宗 昨天听到 这宗 大家如果昨晚有看直播 我就对一家传媒机构有点失望 现在这宗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对哪家传媒机构失望 你听回昨天的直播 如果未听现在听回 所以我就不开名 但是 我听到这个消息来源 亦都是 英国那边的传媒机构 的一个podcast 他们有做podcast 给个提示 大家 大家估一下 这个媒体机构 是什么媒体机构 英国那边 他有做podcast 昨天听他的podcast 说 他们有收到 说 其实 曼联那边 Begashork Begashork 或者网上 已经预备了 是星期二 就可以印到 C浪的 number 即是卖到C浪的波三 但是 其实 现在已经是星期三 所以仍然还没得 所以这个方法 究竟准不准 还是有少少延期 即是 因为某些原因 而这件事延期呢 因为原本就说星期二就印了 即是可以印到C浪波三 所以 如果这个资讯是真的话 即是说那个出于商业考虑 就未必了 因为商业考虑就想着星期二 官宣 印了波三 但是现在就有少少延期了 但是 你看到曼联就磨拳策掌 准备去 卖C浪的波三 但是现在就是 不知道哪个原因 记住了 刚才我刚才说的 二选一 我自己觉得 所以 今节的节目 有三件事问大家 第一件事 就是 究竟 刚才我所说的 的传媒机构 是哪个 第二 C浪拿到 这件波三 未印到 是什么原因 第三 就是 这个转会枪 大家觉得 即是 啊 不是 第3是 卡文尼 卡文尼 21 是不是一向都是这样 还是刚才改 OK 那这次来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收看收看收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